Hello, 大家好, 来到10月15日凌晨的时间, 又和大家做双户论证, 希望大家comment, 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 看完这些广告,看完这段片, 是否利用supercancel function, 赞助支持本人的 那我们今天事不宜迟, 继续讲美国大选, 首先就是重新一句, 在11月5日之前或之后一段时间, 我都会重点讲美国大选的, 如果大家有意见的可以留言给我, 为何你不讲乘猪头, 为何你不讲香港, 为何你不讲台湾, 其实我也有讲的, 在这个深海神州的时候, 补发一些不足, 但我想在这一两个月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 莫过于美国大选, 这个全球不分七大洲五大羊, 大家所有赌国都好, 都关注这个美国大选的选情, 因为选到哪个人做总统, 虽然我没有办法投票, 但的确会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国民, 我们和美国关系, 我们和中国关系, 我们和美国关系, 我们和中国关系, 我们如何因应这件事, 我们都要好好地要小心抉择, 而我作为一个评论人, 当然基于我自己的信念, 告诉大家, 我自己觉得哪一个候选人, 最有利于美国, 最有利于台湾, 最有利于香港人, 这一点我都会觉得, 是我做研责的一部分, 在这件事上面, 我会觉得气氛是越来越有利于我的一些政治的主张, 这件事当然有人欢喜我, 也有人仇,就是左交仇, 这件事本身, 尤其是有200万张选票, 由民主党转向共和党, 会然之一负一正, 400万的差距出现了, 这种400万差距的情况, 尤其是在这么紧的选举里面, 尤其是觉得特朗普胜算非常高, 我可以这么说, 去到今时今日, 剩下20多天, 就真的close了, 其实现在已经投票了, 不要忘记, 很多州已经开始了, 提前投票, 实体的邮寄也有, 海外也有很多Battles的海外, 虽然共和党也有人打官司, 说海外的选民有问题, 但已经寄出来了, 覆水难收, 变成大家已经开始投票, 希望大家得到选票, 无论是邮寄的, 或是实体的, 都希望尽快投出你们神圣的一票, 能够支持美国的民主, 而同时无论是左派右派也好, 记住遵守一个, 自由, 公平, 的一个选举的原则, 一旦发现有不公平的事, 一定要立即向全媒体报告, 令大家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 当然啦, 也要去按照有关的程序, 用法律途径去解决这些有关的问题, OK, 那我们讲回这个重点, 200万张选票我讲这件事是什么根据呢, 根据这个国会山庄报的报导, 大家知道哈里斯, 我现在不要叫哈里斯, 卡马拉同志, 顺应特朗普, 在最近集会经常说, Who is Harris? Who the hell is Harris? 卡马拉, 拉英卡马拉, 继续做个表决, 他叫拉英卡马拉, 不是躺在这里, 是说谎话的卡马拉, 还是你要说他是comrade卡马拉, 好像大家喜欢拉英卡马拉比较多些, 我记得, 说方的卡马拉, 那卡马拉自辩论会以来的, 蜜月期的honeymoon period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看到在民主党, 在 在宾夕几凡尼亚州有19张选举人票, 北卡罗来纳州有16张选举人票, 内华达州有6张选举人票, 这三个关键摇摆州的选民登记优势有所下降, 反观共和党在另一个摇摆的 关键摇州, 重要的battleground state, 亦都是一个swing state, 亚利桑那州, 选民登记优势大幅增加, 这为Harris发出很严正的危险信号, 换言之呢, 我们看回刚刚这几个州, 民主党蓝色的势力减的就是Pansylvania, North Carolina, Nevada, 红色势力加的就是Pansylvania, North Carolina, Nevada, 红色势力加的就是Pansylvania, North Carolina, Nevada, 红色势力加的就是 而这四个州如果都赢了进入特朗普的袋里面, 276张选举人票, 特朗普已经赢了, 就算扔了Nevada, 也有270张刚刚够赢的了, 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刚够赢了, 希望冲破300, 如果312就更加好, OK? 希望特朗普能够win big, OK? 你win big才能够避免很多选举舞弊, 或者所谓的很不必要的选举争议, 有些必要的选举争议依然都会持续, 这些选举争议无论必要与不必要都好, 在11月5日如果彼此之间的选票, 或者一些州咬得太紧, 争议的情况影响到选举结果, 分分钟会引发到素联, 民变, 那么这个情况我不希望发生, 这些是中国, 俄罗斯, 伊朗, 或者古巴这些国家希望发生的事, 我们希望在美国不会发生, 能够和平落寞, 这个我们都希望做到结果, 但关键的地方都是要公平公正的选举, 不是说拜登一句说一定是一个free and fair election, well, let's see, 我们就要密切监督, 不可以调以轻心。 根据国会山庄报The Hill 10月13日的指出, 宾夕凡尼亚州的库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民调中心主任Bervid Yorst表示, 同时, 宾夕凡尼亚州在2020年和2024年的登记选民之中, 民主党的选民人数减少大约30万, 共和党就增加了7万, 一减一加, 中间有37万的差距, 而独立选民也增加了大约8万5千人, 民主党选民减少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华府当局的失望。 这件事大家知道, 对于拜登的失望, 现在开始浮出来了。 波士顿Sufford, 即薩福克大学政治研究中心主任David Periologos, 指出, 民主党上届在宾夕凡尼亚州拥有超过66万人的选民登记优势, 现在已经缩少到35万人, 即是说, 在宾夕凡尼亚州, 这个有超过66万人登记做选民的, 现在只剩下35万人, 减少多少呢? 差不多一半。 那么我们看看, 刚刚刚刚这位教授指出, 民主党在北卡州North Carolina的选民登记优势, 同同上届的39万人, 缩减至13万人。 哇, 基本上是跌了三分二, 跌成三分一。 那个年特朗普拿到北卡州, 这一次Harris在优势大减的情况之下, 恐怕更难由特朗普的手上抢得胜利。 而宾夕凡尼亚州, 北卡州的民主党策士坦诚, 拜登在2020年赢得宾夕凡尼亚州, 并以微约优势输了北卡州以来, 民主党在这两个摇摆州的选民登记优势已经被削弱。 但他们认为很多登记为独立, 或者不提出任何政党的新选民, 可能会支持Harris, 而不是支持Trump。 在拜登2020年赢得胜利的亚利桑那州, 共和党的选民登记优势比当年增加了一倍, 由13万人飙升至近26万人, 回了一倍。 而且在Nevada, Las Vegas, 六张选举人票, 民主党的选民登记优势也由7万9千人降至2万9千人。 所以我想, 为什么余某春会亲口跟我说, 他会认为造票的可能性会减到最少? 这就是我想他有很重要的factual basis在这里看得出来。 整体来说, 由2022年以来, 两年前开始, 全国共和党选民登记人数增加了1.2m, 120万人。 而民主党选民登记的数目就减少了80万人。 一加一减,delta就是差距就是200万人。 就是过去两年, 有200万张选票转向共和党。 那这个真是不得了。 那这个是个喜讯, 要和大家分享。 200万张选票的差距, 一加一减, 大家知道呢, 关键就相当在未来逐渐浮现出来的。 第二, 同时不要说选民登记, 就算说民意调查, 都看到呢, 越来越显示, 卡玛拉哈里斯, 这个卡玛拉同志, 说方的卡玛拉, 就是大话精卡玛拉, 就基本上是越来越支持到下滑, 和特朗普的所谓的情况, 就是对特朗普有利, 对卡玛拉不利。 那这个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在10月13日的报道。 那三份主要民意调查显示, 卡玛拉的支持率已经明显落后特朗普, 其中这个国家广告公司收闻NBC News的文调显示, 特朗普的支持率是47, 比卡玛拉的46, 即是这一件事是左派的, 极端左派的NBC News, 特朗普47、46, 两个解说, 一,他这件事显示是做喊哀兵, 吹左票, 哇, 你欠一票喔, 快去投卡玛拉啦, 又吹票, 帮民主党吹票的结果, 看你这么小, 其实同样也都帮特朗普吹票的结果, 47比46, 根本上完全不差范围之内, 而且, 这样的说法是一个popular vote,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 popular呢, 说加州, 纽约, New Jersey, Maryland, 全部攬炒, 没有意思的, 我们说七大摇摆州, 根本上是选择政局的了, 无论加州的左派, 如何取消了这个photo ID, 严禁所有选务人员, 去问选民拿photo ID这件事, 就知道加州已经淪陷了, 你点头没用的了, 基本上不需要为加州拉票, 但是为什么特朗普要去Kochella, 去拉票, 因为呢, 联动到旁边的州, Nevada, Arizona, 这些摇摆州, 而那个位置极度靠近 Arizona的, 那么你看看这一个就是靠近Nevada的, 其实那些人是互相收回同一个圈子里面的, 所以在加州拉票, 不只是为加州, 一是为加州当地的选区, 共和党的参议员, 候, 众议员的候选人, 为他们拉票, 同时也都为旁边的州去做这件事, 也都输入一个全民总统的印象, 所以并不在于呢, 去黑性加州, 也在于其他州份的选情, 那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果, 刚刚47-46, 特朗普47, 这个卡玛拉46, 是和上月份同分民民调结果相比, 就是卡玛拉47, 特朗普41, 至卡玛拉赢6, 现在呢, 特朗普到赢1, 相差呢, 大概是7个百分点的, 所以, 海角很显然, 这个卡玛拉同志, 大话精卡玛拉, 是有相当大的这种失利的结果, 你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这个NBC News的结果, 再说, 第二份民意调查, ABC, 同样是左派民意调查公司, ABC News Snatch Ipsos的结果也显示, 全国选民支持度转向Trump, 虽然在可能投票选民当中, 卡玛拉同志仍然在50-48%小幅领先, 在五差范围内, 但是和上个月相比, 卡玛拉是52, 而赢特朗普46, 是赢6%的, 赢6%的优势, 变赢2%的优势, 差距已经削减超过一半, 大幅缩少。 另外, 第三份调查, CBS News, 哥伦比较广播有限公司, 60 Minutes 节目的公司, 帮他剪辑, 剪辱长粉的, 那些卡玛拉答问题的环节, CBS News和YouGov也显示, 但是, 全国范围内, 卡玛拉同志以51-48领先, Trump, 相差3个百分点, 都是在五差范围内, 而在关键摇摆州的平均支持率, 就是50-49, 同样呈现微弱的领先, 那这些全部都是做出来的数, 即无论是相差3, 相差1, 都是卡玛拉赢少少, 全部都在五差范围内, 尽管特朗普的支持度, 较9月份的民意调查显示, 当年是卡玛拉52%, 特朗普48%, 基本上都是, 看得到特朗普的支持率, 增加了1%, 但趋势的trend, 是对这个Harris不利的, 对这个卡玛拉不利的, 综合这几个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 卡玛拉在RCP的综合民调领先优势, 已经由2.2的百分点下降到1.4的百分点, 即减少接近一倍, 即2.2变成1.4, 而RCP的摇摆州预测中, 特朗普也呈现领先的优势, 我都说过, 赌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测结果, 当然没有人说, 这个irrelevance, no causal relationship, 即是有相关性,没有因果性, 大家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评估, 多数专家认为, 卡玛拉同志需要在全国民调中, 至少领先到5-6的百分点, 才能够确保胜选, 现在只剩1.4, 即是很少, 而这个特朗普的支持者, 通常较少参与民调调查, 而且共和党在选举人团制度之下, 具有固有优势, 所以每一次呢, 这些全部都有很多水分, 再说多一次, 2016年希拉尼输给特朗普那届, Wisconsin都输的, Wisconsin那时的民意调查显示什么呢? 希拉尼在赢特朗普17个百分点, 最后到输, 为什么呢? 民意调查不可尽顺之, 即是给你有一些松毓蒙的趋势参考, 据这个报道显示, 即使在这些最新的民意调查出道之前, 民主党内部, 我说过了, 内部已经流传了一些内部民调数据, 显示, 卡尔玛拉, 在威斯康辛州, 和密歇根州, 即是威斯康辛州, 即是威斯康辛州, 等关键摇摆州是落败的, 如果你说威斯康辛州, 都落败的话, 哇, 你根本不需要赢Pansylvania, 你只要赢了North Carolina, 和Georgia, 已经, the race is completed, 特朗普已经赢了, 很多共和党人士几乎已经准备宣布胜选了, 而大家看到, 上次我们节目都讲过, Mark Halperin也都讲过, 根据他最新掌握的数据, 民主共和两党内部人士都认为, Donald Trump的胜选机率大幅上升, 而卡尔玛拉就可能六个摇摆州都失利, 可能七个都没有, 非常有可能, 他说很多共和党人, 我说很多不少共和党人, 都认为这个比赛实际上已经提前结束, 有很多非常担忧的民主党人, 但没有担忧的共和党人, 包括了Maralago那些人, 大家知道这些数字都相当很清楚, 政策研究问题方面, NBC的news里面, 基本上对于卡尔玛拉的个人好感度, 也有下降趋势, 就是民调显示, 对卡尔玛拉正面的评价是43%, 负面评价是49%, 尤其在年轻人和无党籍的选民的支持度, 明显下滑。 而在很多重要的议题, Trump都占优, 在经济46比38, 通货膨胀44比37, 移民问题46比36, 处理中东冲突42比34, 这些全部都是Trump在领先, 我再说一次, 这三个问题浓缩起来, 就是移民、通膨和外交, 尤其是中东冲突, 而卡尔玛拉同志比较佔优的, 或者在国内的议题, 即是左交议题, 例如, 墮胎47比32, 卡尔玛拉前优, 关注中产阶级和, 42比32, 捍卫民主和, 44比38, 这些全部都是卡尔玛拉前优的。 大家知道在这个与此同时, 不得不忘记的话, 是不是有第三次暗杀的出现? 事源根据Fairfox News10月13日的报道, Trump在12日, 在加州的Kochella Valley, 科切拉谷地, 举行竞选造势活动之前, 警方逮捕了一名非法持有枪下的男子, 并表示可能提前阻止了另一次暗杀未遂事件, 是不是真有此事呢?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是, 其实不是的, 我不是认为它是第三次暗杀, 我详细讲一讲这件事, 他报道呢, 河滨郡的警局, Riverside Sheriff's Office, Riverside是哪个地方呢? 就是Los Angeles, 一个在东北, 应该是东北, 东北, 或者比较, 不是东北, 东南, 或者比较近山区的一个, 比较, 都算东北, 东北一个, 主要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 相对治安没那么好的, 就是你问问LA的人, 就说你和LA其他地方, 譬如Dowson Oaks, Dowson Oaks已经离好了LA, Dowson Oaks的地方就是一些, 比较郊区的地方, 就算你在海边, 一些比较有钱人的地区, 日落大渡那些, 基本上OK, 但你去到Riverside呢, 基本上是比较窮一些的, OK, 比较没那么多钱的, 就是很多人, 没办法了, 要打一些便宜的工, 就是Riverside那边, 河滨郡警局Riverside Sheriff's Office表示, 12日下午5点左右, 在52日大道Avenue 52, 和慶祝大道Celebration Drive的交叉路口, 赤字检查哨站, 拦截了一部黑色幽泥车, 驾驶是一部49岁的拉斯维加斯居民, Van Miller, 是拉斯维加斯的resident, 警方发现了Van Miller非法持有散弹枪, 一把装有子弹的手枪和高容量的弹架, 河滨郡的警长Chad Bianco, 比安科就表示, 可能阻止了另一次的暗室未遂事件, 警方表示, Van Miller被捕时没有反抗, 并释刑非法持有装填子弹枪枪和高容量的弹架, 并且被送至John J. Benoit Detention Center, 而河滨郡警局表示, 这个事件未影响Trump或造势活动与与会者安全。 首先这个事件, 论点也不在现场, 他把枪准备射杀Trump, 所以他拦截在公路上, 发现有这样的仁慈有枪枝。 目前详细情况仍在调查中, 警方呼吁和知情人士, 可以致电Palm Desert, Palm Desert, 中旅沙漠的Sheriff Station, 专线电话提供线索。 大家知道713不拿的情况, 按着9月中, 亦都是自己Marlalago的高热呼球场, 被人差点用AK47補枪开枪, 这两件事都叫做assassination的attempt。 今次是否这样的情况呢? 我认为不是的, 不是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这个米勒喊怨, 喂,I'm pro Trump, 我根本上打着这些枪枝, 我是根本上支持Trump的, 不是第三次的暗杀未遂事件, 米勒第二步发生在这件事件, 距离造勢活动800公尺, 即接近一公里那么远的地方, 米勒使用偽造的贵宾证和媒体证件, 企图运过第一道的安全检查罩, 这个警方表示。 那么, 警方拦置他黑色忧虑车的时候, 发现车内习乱无章, 车牌得偽造的。 后续调查更发现, 米勒持有数张不同名字的駕駛执照和护照, 行径明显可疑。 而是警方在米勒车里查获了散弹枪, 因为装填子弹手枪和高容量的弹架, 目前米勒已被拘捕被控非法持有抢鞋。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let it be。 这个当然啦, 加州是个什么地方? 大家知道了, 是一个比较控枪比较严谨的地方。 这件事是对还是不对, 先不要说了。 那么, 米勒的真实动机和背景仍然有待理清, 米勒是坚称自己是Trump的支持者, 否认任何意图伤害Trump的说法。 真与假, 有待调查, 但是我发觉到很多Trump的支持者, 都持有抢肢, 如果你是Texas, 你是Florida, 你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阿拉巴马,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California, 它的抢肢管制是相当严谨的, 比Nervado, 比Las Vegas, 即米勒住的地方都要严谨的, 所以很难用这样的地方来说, 米勒必定有嫌疑。 今日米勒是以5000元美金保释获释, 目前尚未被联邦政府起诉的, 他接受Fox News的数位频道访问时, 否认企图暗杀Trump的指控。 米勒说, 他向警方申报了随身攜带的枪械, 表示尽管从未使用过这些枪枝, 但基于过去曾经收到死亡威胁, 多年又一直随身攜带, 而且他所持有的文件都是合法文件, 并非那些警长讲的偽造文件, 完全不同, forged documentation, 和legal documentation, 完全不同, 所以事实是如何? 我是律师, 但我不在现场搜集到证据, 我都没有发现的这种希望, 尤其是希望当地的时证要很清晰, 我们要私听午词, 希望看两造的意见, 才可以做判断。 这个米勒自述拥有30年的媒体工作经验, 高中毕业后, 从事媒体工作, 参与过知名艺人的音乐录音台, 和电视节目的制作, 并创立了美国发声频道, America Happens Network, 对抗媒体审查, 正在这一项工作中, 他开始受到死亡威胁, 于是购买了枪械。 米勒表示, 他年轻时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曾认为奥巴马能够拯救我们, 在不必要的战争和审查制度, 但他的政治立场如今已转变为倾向共和党, 甚至更倾向自由意志主义, 即自由放任主义。 自由放任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 绝对减少政府干预, 不是无政府自由, 减少政府干预, 而他坚称自己是Trump的忠实支持者, 他从2018年起全力支持Trump, Miller也将Trump形容为勇敢, 并赞赏他敢于挑战媒体, 很清楚吗? 你说他有个attempt, conspiracy, 有个阴谋要杀Trump, 我敢听他的说法, 我看不到有什么的, 是否怀疑这一点的理由, 他没有违反枪械管制规定, 他说加州依加州法律处理, 谁叫你加州吗? 但如果你说是, 他有没有真是杀害Trump的企图, 我基本上到现在是体系否定, 除非你有新的事证, 我知是another way round, 针对警方在他车内发现, 多张不同名字的证件和照片, 否认这些证件是偽造的, 他有声称这些文件, 是使用他完整的阿美尼亚的名字, 即是原始是阿里米亚裔的人, 所以他用阿里米亚的名字和简称, 因为某些国家使用完整名字, 可能会危及自身安全, 针对警长比安科暗示他是主权公民运动, Souverain Citizens Movement承认的说法, 米勒也是否认的, 我不知道加州这些警察, for what reason, 要这样不断扣他的帽子, 消息人士透露, 特朗普竞选团队不认为这是暗室美瑞事件, 连特朗普的团队都不认为暗室美瑞事件, 那加州这些警方搞什么呢? 是不是有政治的目的在里面呢?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发现, 向Fox News的数位频道Digital Channel发表声明, 表示他们正在关注事态发展, 感谢執法部门确保造势活动的场地安全, 而河滨郡Riverside的警局先前声明都表示, 这个事件未影响Trump或者预会者的任何安全, 所以这个是有惊无险, 而事实上我也暂时不会太认为, 这个Ram Miller是一个要杀害Trump的人, 我不认为他是这样的情况, 除非你有很多的事证, Proof the contrary, 否则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事, OK? 那继续来吧, 另一方面呢, 我们知道Trump陣营呢, 如果你记得在四年前, 大家就说, 11月5号投票, 不要做邮寄投票, 我们不相信这些东西, 因为当时是什么? 2020年大选爆发什么? 中国病毒, 武汉肺炎, COVID-19, 促成大量的邮寄选票, 危险,腐败, 可能有大规模的Fraud, OK? 选举诈骗, 但是四年之后, 大家看到, Trump的团队呼吁大家提前投票, CNN13日报道不断宣传, 邮寄投票存在舞弊风险的Trump陣营, 如今已经改变策略, 呼吁选民提早, 或者以Mail Ballet, 邮寄的方式去完成投票的, 这些叫死马独当活马耳, 没有人会觉得邮寄投票很好, 没有人会觉得提早投票很好, Same Day Ballot, Paper Ballot, 这个我们都一直这样坚持, 但是在现在制度下, 你没有办法改, 你为免防止拜登曲线, 或者卡马拉曲线重现, 你就要这样做, 如果你再有卡马拉曲线重现, Wow! That's something wrong! 以前四年前, Trump的团队说, 不要, 我们要11月5日才好好的投票, 信Paper Ballot, 不信Mail Ballot, 结果是什么呢? 拜登曲线, 真与假, 有没有水分, 现在都是个大文号, 有人想追究, 有人不想追究, 有人叫别人不要追究, 禁止别人追究, 很多种不同的意见都有, 今时今日, 我们怎么会面对这些情况呢? 希望大家, 尽快利用现有的情况, 能投就提早投, 我鼓励大家就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 能够提前, 实体投票, 现场投票, 是最好的, OK? 邮机投票, 如果能做的, 都去做, 不要等到11月5日, 有几个原因的, 人有三催六往, 到时候病了, 有意外, 投不到票, 怪谁呢? 先投, 健康, 而且你没有意外, 正正常常投一票, 完成了选民责任, 不是可以更加开心吗? 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防止卡马拉曲线出现, 防止去开邮寄选票的时候, 突然之间粉饰又另一个结果, 如果真的开出了结果的话, 那就显然, 古怪了, OK? 因为今次特朗普都叫大家, 提前投票, 减少民主党, 利用邮机投票做票的机会, 因为你开出一不妥的话, 真是要, recount, 真是要, 可能会重新re-election, 就算没有re-election的话, 分分钟要有司法官司, 立即开解月, 那变成这件事的话, 大家要用这个方式, 去避免民主党的不肖人士, 做一些不应该要做的事, 那么, 特朗普也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有人说错的共和党的党主席, no, 他不是共和党的党主席, 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还有记住, 在美国的政党和台湾政党, 日本政党很不同, 美国的政党就是一个选举机器, 他完成了这个阶段之后, 不会有个党主席, 成个安文哲, 赖清德, 或者何侯友仪, 朱立伦这些, 没有意思的, 最后选举完了之后, 这个政党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执政的行政立法, 尤其是行政, 行政的执政, 基本上完全归总统副总统去处理, 没有所谓的共和党, 什么党主席有什么权利没有, 他只负责做势, 帮竞选人去能够获得胜选, 那现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 这个Trump的这个, Dodget in Law, Lara Trump, 已经如先录制好, 自动语音电话, robo call, 向选民吹票, Lara Trump, 是仅代表川普竞选团队, 端促理起大选日, 11月5日前, 是before the 5th of November, 完成投票, 你也能够要求不在席, 或者邮寄选票, 即是完全的策略改变了, 刚刚讲的原因, 已经和大家分析过, 但是Lara也在今年初, 同样, 以自动语音电话, 向民众宣传2020年大选, 因为邮寄选票等因素, 衍生大规模的舞弊, 她说, 你们的选票可能甚至被非美国公民撤销, 自动语音电话追踪应用程式, Nomorobo席的资料显示, 特朗普阵营的吹烈电话由2日开始, 在Pansylvania, Georgia, Wisconsin, Arizona, Nevada, Majigan, 这些摇摆州内的地区, 撥打给民众, 至少28万6千通, 另一方面, 反对放宽投票员的Trump陣营, 过去一个星期也改变立场, 支持因为巨峰Helene, 受创的北卡罗罗纳州放宽投票规定, 当然, 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 即是这个是巨峰影响之下的情况, 你怎可能和COVID-19相比, COVID-19是假意制造出来的隔离, 用政策原因造成隔离而搞成这样, 今时今日, 巨峰Helene的确是一个风灾, 在那个地区是否可以放宽投票决定呢? 而Trump陣营2020年发起的诉讼, 阻止多州政府在疫情期间, 为了减少室内群聚, 所以邮记投票更容易做的改动措施。 以CNN说, 北卡州能影响大选结果的摇摆州之一, 其中巨峰海伦破坏最严重的西部地区, 是Trump的票仓之一, 可想而知是什么情况? 那我们看看这些东西, 标准是一致, 如果今天是一个极度的天灾, 比如说你摧毁了些东西, 那你不可能要逼人在10月5号大家一起投票, 提前, OK? 比如说你是在服役的, 坐牢的, 或者是在海外的选民的, 提前投票, 我不会有太大的反距, 我反对就是什么呢? 所以是大部分的人, 就是用邮寄选票的方式来做事, 其实这件事很可怕, 我不是说说Nevada的情况, 大家有兴趣去看我之前的情况, 就知道我非常可怕, 加州人是荒谬的, 所以我就说, 去到现在的情况呢, 我会寄希望于, 而美国的选民, 能够充分利用各路的投票机会, win it big, too big to rig, 当你的选票的优势, 是too big, 那你很难被失败的方, 即是卡马拉的方去这个舞弊的, OK? 《华尔加日报》, 《华尔加日报》12日公布七大摇摆周的最新数据, 显示美国选民认为, Trump比Harris, 即是卡马拉, 更适合领导美国到过沃尔兰和中东战争, 那对于沃尔兰的战争, 投Trump 50, 投卡马拉39, 中东战争, Trump 48, 卡马拉33, 都是很明显的优势, 完全超出五彩范围, 都是对于外交的领域, 始终是Trump得到美国人普遍的青睐, 这一点可以说是综合所有的民意调查, 结果都有同样的指向, 希望大家注意, 在与此同时, 我们都知道, 奥巴马又继续做另一个拜登, 什么做另一个拜登呢? 拜登是最好的, 无间道, 帮Trump拉票, 曲线拉票, 奥巴马他现在助选, 这个过气政客, 前总统, 麻烦你收皮了, 卡特都不会出来, 虽然是个老人的, 是吧? 未死得, 但你奥巴马, 你出来做什么呢? 当自己很fit, 是吧? 竟然呢, 近日, 訓斥, 这个左交部, 国会山庄部, 说, 奥巴马, 訓斥, 即是, 骂那些African的Males, 即是那些, 男人啊, 男黑人啊, 的选民, 对于女总统有意见, 引发争议, 哇, 不得了, 现在连左交都开始, 去骂奥巴马, 你奥巴马不是帮倒忙呢? 是吧? 共和党籍的佛州联邦众议员, 拜兰·丹奈奥斯, 和德州联邦众议员, Wesley Hunt, 两位黑人, 非洲裔的国会议员, 以及Black Man for Trump, 黑人挺川普的组织, 12日发表联合声明, 强烈谴责奥巴马的言论, 黑人挺川普的组织, 顾问委员会, 和整个一封公开信中, 指控奥巴马在10日晚间言论, 他有侮辱性, 和贬低性, 公开信指出, 奥巴马呼吁非裔男性, 即是African, 即是那些黑男人, 选民只是凭肤色, colour, 而不是凭policy的content, 政策内容, 支持, 卡马拉, 是极度侮辱的, 公开信表示, 当时, 非裔美国人并非单一整体, 他们不会只是因为候选人, 看起来似我们, 就投下个, 譬如当我们白痴, 公开信批评奥巴马的说法, 贬低了非裔选民, 评估候选人的政绩能力, 尤其是在卡马拉被认为, 对非裔社群造成很多更多伤害的情况, 奥巴马在10号的演讲中说, 呼吁非裔男性选民支持卡马拉, 并对非裔男性选民对卡马拉的疫情不足表示失望, disappointed, 他说呢, 我们还没有在我们社区的每个角落, 看到跟我竞选时候, 相同的能量和投票率, 即是在那里, 即是叫做D, D那些票, 是吧? 即是你以为, 我那时候这么聪明, 我那时候在你们面前, 多少能量, 多少投票率, 现在看不到, 你究竟在骂Harris, 骂卡马拉, 还是在骂我们这些选民呢? 还是在帮特朗普助选呢? 我真的不知道, 奥巴马更加直接点名非裔男性选民说, 部分原因令我认为, 我直接对你们这些非裔男性们说, 这些非洲客人说, 这些美国客人说, 男人说, 部分原因是令我认为, 嗯, 你们只是不喜欢一位女性担任总统的说法, 你们为此想出其他的替代方案和其他理由, 你们不喜欢的女人, 你们想清楚, 你们想什么其他人想法, 哇, 你这样说法, 连宵大打, 又做性别的分化, 又做这个所谓的colour, 用这个颜色来做个标签, 但这些人, 如果按照这个道理, 应该全面左派媒体共诸奥巴马, 不是只有国会山庄部那么简单, 对吧? 奥巴马这番言论引来批评, 甚至来自民主党内部的批评声浪, 但是根据全国有色人组, 协讯会NAACP和HIT Strategies的最新闻要显示, 在50岁以下的非裔男性选民中, 有四分之一的人支持Trump, 说明了民主党在争取非裔男性选票上的困境, 你都有四分之一, 即每四个人有一个支持Trump, 你想一想, 黑人都不投理, 所谓声称黑女人的Karmala Harris, for what? 那么你看到, 刚刚讲的这些组织的人都认为, 民主党的失败政策导致家庭失衡, 教育落后, 经济机会溃乏, 才是非裔男性选民支持下降的根本原因, 公开信写说, 将我们简化为基于种族的投票群体, 是对最糟糕的族群政治的延续。 他们指出, Karmala是担任加州总检察长和副总统期间的记录, 对非裔美国人造成了不少比例的伤害和监禁。 公开信更强调, 他们需要Trump重返白宫, 因为Trump是为非裔美国人, 带来了其他候选人都无法提供的实际成果。 他们认为Trump创造就业机会, 降低非裔失业率, 启动机会专区, Opportunity Sons的计划, 和为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HBC Youth, 提供永久性资金这些政策, 令到非裔家庭更有机会创造财富, 打破世代循环, 蓬勃发展。 公开信更总结说, Trump以前令到美国再次伟大, 他也是唯一能再次做到这点的人, 为了非裔家庭和这个国家。 很清晰。 OK? 所以这些情况, 如果你说stupid, that's economy, 这个就是以前Bill Clinton 90年代赢的一个口号。 其实你拿回民主党以前, 克林顿那些口号, 应该是成为了支持Trump的标语, 也都成为了这一次民主党败北的毛自鸣。 这个是我认为应该这样去看一件事的。 不止非洲选民, 西与裔选民也是这样。 现在距离真正要做的选举, 距离真正的选举, 只是21日时间而已, 21日时间而已。 大家看到, 所谓有拉丁裔血统的, 就是这个Hispanic血统的, 卡玛特·Harris, 为什麽血统莫名其妙? 这些比前三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奥巴马、希拉利和拜登, 得到同族支持的比例, 不是更加高, 而是变低了。 而反而, Trump在Hispanic voters的支持度是增加的。 不是问我, 不是问Fox News, 是问New York Times和Siena College, 9月29日到10月9日的人民调发现, 拉丁裔选民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例, 2016年68%, 2020年62%, 已经减少了6%, 如今剩下多少呢? 56%, 也过半, 但每四年都减6, 减6, 很快减青光。 特朗普在拉丁裔选民中支持率, 2016年28%, 2020年飙升到36%, 这次大选有37%的人拉丁裔挺Trump, 而尽管Trump在这三次大选主打移民问题, 在美国出生的拉丁裔选民当中, 只有30%表示他们正在认为Trump在谈论他们, 67%表示他们不相信他的言论是针对他们的, 在美国境外出生的拉丁裔受访者之中, 大概是有43%的人表示Trump正在谈论他们, 而51%的人表示他们认为Trump不是针对他们的, 所以大部分都对Trump是释怀的, 不会对他有怀疑的, 而哈利斯,即是卡马拉, 不单是拉丁裔的票仓流失选票, 而且非洲裔的票仓不如预期正如刚刚所说的, 所以双重打击之下, 两个都减, 请问他的选战如何搞下去呢? 所以他的哀兵就出现了, 这个星期一, 其实现在应该是美东时间的下午时间, 很快进入傍晚, 那么我播出这片不久之后呢, 你会发觉到他们两个人, 都会有很多的片会上升上去, 因为他们两个人, 即是卡马拉和Trump, 两个都是宾夕凡尼亚州, 同样是星期一, 10月14日全做的, 那么大概700万张票, 就会涉及到这个非常重大, 也就是最大的摇摆州, 那么最大的关键州, 而且呢, 邮递投票已经启动了, 那么哈利斯, 即是卡马拉, 就会去Erie, 即是去到这个, 宾夕凡尼亚州的西北方, 那个地方去造势, 而Trump呢, 就会在这个费城的市交, 就是做一个参考, 即席对话的一种, 的一个活动, 那么卡马拉呢, 就说到, 他现在的目的, 就是Empower Black Man, 奥巴马刚刚已经倒米了, 他Empower, 去富权, 给一些黑男人, 就是那些, 非裔男性, 那这种做法, 我会觉得很荒谬, 就是你想想, 如果, 就是比如说, 有个台湾人, 比如我去做选举, 我去选举的话, 我就说, 我们要投给客家男人, 我们这次的重点, 是台湾2300万个选举, 选总统, 就要投给客家男人, 客家男人, 记住要投给我, 我们是, 你对你们支持, You vote for me, 你整个选战在什么阶段, 竟然你要一个, 族群里面的某一种性别的人, 当作是主打的重点, 你会赢吗? 而且这个族群很小的, 譬如我要一些, 香港来入籍的人, 投票给我, 如果你这样呼吁的话, 你有票吗? 第一, 你已经解不了所了, 那群人已经死了心, 铁了心了, 第二样东西就是, 你这样要在其他人眼中, 在女人眼中, 在非黑人的眼中, 如何看你卡马拉, 是你empower black men, and so what, 而Joe Biden也是, 2020年很多黑男人, 都是投给他, 是真的, 那现在就是说, 继续同样的诉求, 以前做过step, 现在继续做, 很多的卡马拉的测试, 就说, 哎, 那些人呢, 就算不投给卡马拉的话, 都不会投给川普, 不会投给Trump, 他们顶多不投给, 这些叫做精神胜利法, OK, 你不要当人家白痴, 才行的, OK, 美联社有个, NORC有个文意料, 就是显示, 亚裔美国人, 哈威尔的土著, 和这个太平洋的这些成年人呢, 就是说呢, 觉得呢, 合法的移民, 是对于经济成长, 有这个重大的, 主要的好处的, 那记住这个调查说, 合法的移民, 现在是一大堆呢, 非法移民, Venezuela gang, 整个gang在Colorado出事, 所以他对于全国, Trump对于全国, 定时要清除这些所谓的非法入境者, 这些gangsters, 是吧, they come from prisons, mental institutions, asylum centers, 这班这样的人呢, 应该要, 一是拘捕, 一是全部deport, 全部将它遞解出境, 这班人是非法入境者, 这班人不是合法移民, 那当然你问我, 合法移民, 是不是对于经济成长, 对美国的经济成长有重要的恭喜, 当然是, 怎会不是呢, 青壮人口的入境是很重要的, 大家记住, 这班人访问的, 这班人访问的, 没有意思, native hawaiian, pacific island adults, 这些就是hawaii, hawaii几张选举人票, 四张, 早已经在民主党的手中, 你还说这些做什么呢, alaska都有三张, 你不是访问alaska, 你访问native hawaiian, 所以你做这些对全国的选情来说, 是没有任何的意思的, OK, 重点不是native hawaiian, 和pacific island, 那些移民是哪个地方来的, 美麦哪个, 你应该问加州, 阿里桑拿州, New Mexico, Texas的选民有什么问题, 问全国, 因为那些非法移民到处走的, 就算你不要说illegal, 那些人进来, legally entered into America, and wait for asylum in America, 这班人, 他们没有身份的, 他们不是可以有工作, 但是他们打黑工, 即是他们合法入境, 等待证备审批,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打工呢, 他们可能有办法打工, 可以打工的, 一等证备期间都可以打黑工的, 但是呢, 问题就是说, 他这个地方没有身份的, 那这班人, 如果不用photo ID, 又可以投票, 一张邮寄选票寄到我家, 我就吸个人, 又投票, 喂, 敢敢法, 不行的, 大哥, 是不是, 将选票, 不可能写自己的ID, 不是考试卷, 不是写个人身份, secret ballot, 你不可能是投, 这个记名投票, 是不记名投票, 即是又收到一张, 啊, 吉的选举名单, 就可以吸引, 哇, 这些什么世界呢, 现在真是, 我觉得很荒谬的, 那当然啦, 特朗普会讲到这个, Immigration, 对于这个问题, 是Illegal immigration, 我就讲到Illegal immigration, 对于这个世界的问题, 那当然, 两党候选人, 包括卡玛拉, 和特朗普呢, 现在对于, 宾夕凡尼亚洲呢, 看得很重, 双方, 即是, 加总起来, 在宾夕凡尼亚洲, 包括, 我们今天, 看到14号, 即是所有的事呢, 已经有46场的造势活动了, 那这个美联社有关于有关的统计, Michigan33次, Wisconsin29次, OK, 所以第一名, 都是宾夕凡尼亚洲46次, 所以如果大家要官选的话呢, 可能去宾夕凡尼亚洲呢, 更加有意思, 即是集中地, 看到很多很多有趣的事, 那就可以看到, 就是, 这个Democrats, 共, 民主党人, 如何希望有一个Blue Wall的效应, 即是Russ Belt, 形成一个蓝色的墙, 能够阻挡Trump, 但我想, 没有, 全部被人拆掉了, 机会很大, 那, Fox News, 那, Trump最近在, 这个, 这个Twitter, 即X, 都在批评这个Fox News, 贸装作中立, 又要找一些不同的人来访问, 唉, 真是不知所谓, 这个是, 中间偏右, 但最后他想做中间的媒体, 不论是非, 只说一个平衡立场, 那, Fox News的主持人, Bred Bayer, 就会去, 访问这个, 卡马拉, 哪个时候, 礼拜三, 16号, 就在宾夕凡尼亚州, 就去访问他了, 那, 大家拭目以待呢, 他想做什么呢, 会不会是CBS News, 今天剪来剪去, 剪出场份, 那样, 你答完几套答案之后呢, 自己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呢, 好像The View, 那样, 就是ABC那个观点节目那样, 卡马拉就说, 我有没有跟这个, 特朗普, 和拜登有做不同的东西呢, 我on top of my head no, 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回答的话, 就是说, 你怎会不是拜登, 你根本就是拜登, 是吧, 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所以我想在几件事的加重起来, 我们都要拭目以待未来的变法, 好, 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先, 今天其实就是, 整天都很多的动作, 遲些又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今天出席了一个是, 关于中国,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研讨会, 国策研究院, 和这个陆委会举办的, 这个公开新闻可以讲的, 另外就是说呢, 我的一个论判, 刺板明夫先生呢, 成立这个印太战略致富的, 很多官开混习, 很多人今天都来这个, 互相祝贺, 他能够好地促进这个印太的安全和平, 和民主自由价值的产生, 令到台湾更加能够在社会上, 在国际社会上能够显摇, 这件事最后都对香港有利的, 我希望这件事呢, 能够好好地水道渠成, 遲些有机会再和大家报告, 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